CNB 這個球 打得滿結實的 聽那個聲音 該不會吧 從信聖之介 那時候呢 來了一個收頭虹不浪 這個球有沒有辦法穿越有浪 成立滿地 這個可惜會要得兩分 三樓跑者不然沒有問題 9月16號 獨賣志願在東京巨大 面對鍾益龍的比賽 手機重新勝之界 則敲出一發陽春炮 幫助球隊把比賽追平 而五次下半 志願計的攻勢在一起 靠著陽炮馬騎 和田中近海的安打再下一程 在6月5日結束獨賣志願 取得3比2反超 98場的生涯出賽 七局下半 版本勇人和重新勝之界 先是接連敲出安打之後 巨人在靠著兩個4塊球保重 擊回本場比賽第4分 而勞家阿布勝之助一棒把小白球 扛出右外野大強之位 給對方一技的重拳 也把比分拉開到8比2的優勢 算鍾益龍在8局上半 有分數進帳 不過下個半局 信仁又開啟另外一波反攻 中場獨賣巨人是以11比3 大選鍾益龍 9月17號居然交手中日的比賽 前5局 雙方都受到對方投手壓制 沒有任何分數進帳 6局上半 中日龍靠著安打 和4塊球保重率先打破僵局 接著福天勇將 敲出一發3分的全A打 也幫助球隊取得4分領先 這個偏框的球 掃到了中外野方向 也打得滿遠的 中外野手往後推 100號 全A打 這時候出現了 楊代鋼今年球季的第10號 也是他生涯的擺轟 這個抓住對方 一個偏高的變化球的 獅頭球 楊代鋼當然也 這次全A打也等了好長一段時間 悶了好久 青局下巨人均靠著高飛 四星打擊一回一分 而8局下半 台灣好守楊代鋼上場打擊 掌握獅頭球 一棒扛上了外野判台 除了是本季第10風之外 更是右翔日本職棒的 生涯百宮 楊代鋼成為第二位 在日本職棒 搭成這個季度的台灣成員 只可繼右翔的追攻 沒有帶起近人的反復攻勢 中場突賣巨人區2比4 半霞鎮來